大家好 我是阿天 最近的活動就是全球錦標賽 這一次比較好爬的原因 我覺得 怎麼沒有進入排名 這個忘記打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分數上限比較好獲得 所以說這個爬上去的人多了 然後 這個怎麼講 爬上去的一般的玩家也比較多 所以說以往 就是在前面爬上去的時候 在上面的都是高手 現在就是平均下來 就是大家實力差不多的玩家 也很快就可以爬到鑽石去了 所以像我這種就是 等級比較高一點的 那就是 純粹可以靠這個戰力去占一點便宜的玩家 就可以靠這樣子的這個差距 然後很快的爬上來 所以呢這個最近的這個大活動的全球錦標賽也沒什麼事做 然後呢這個 秘寶翔萬也開始 所以我現在也在 努力的 努力的爬主線 那主線 的話呢我還有 20幾天可以掙扎 好因為呢我只要趕在這一期的秘寶俠灣 26天結束之前呢 爬到41章 就可以 領到一顆T4 好那如果說這些活動都結束之後要玩什麼呢 我們可以玩一下這個 亂石之境 亂石之境的話現在大家都應該是有了 17級了吧 那到了17級之後呢 你的這個信物對話就已經可以到20了 然後這個 還可以上到20隻角色 那到了200層之後呢 其實目前也都還只需要三關喔 那我的這個先鋒服的小號 也已經爬到200層 那 所以說我覺得 當你這個 這個 時空之宜到17級之後呢 信物最大的你到20級之後 應該要爬到 200層不會太困難了 好 那就來 我們就來這個正式服來做一下功課吧 好那我現在用的隊伍是這個樣子 第一隊的話就是這個 算是近戰的吧 然後用這個斯特雷格 那個什麼 這個阿塔利亞 那像這個隊伍的話其實 攻略跟網路上面寫的都差不多 然後第二隊的話呢就是 亞瑟 然後末日禁衛 古光跟戴夢 這應該是那個希拉斯 但是我這一場希拉斯掛掉 所以我就先把一個羅萬喔 好然後第三場 這個盧克雷蒂亞 然後雙子 然後迪賽拉跟這個 埃茲 那這個位置的話呢 原先是擺 原先是擺羅萬 那我現在是擺一個船長 那也有看到這個船長的功率喔 那因為說我這邊希拉斯死掉 所以我把這個 羅萬放過來 那剩下的話呢就是 第四隊 第四隊也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就是 把這個 將神 然後 這個 這個佩奇公主 還有 像是熊妹最近也是很常用到 熊妹一定要練 然後拉過放進來 不然的話我覺得 擺一個 鳳凰 這個不是SP 普通的鳳凰 做一個補師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現在這個升的這個角色呢 就是 油 浮坦 三個 就是 只升油浮坦這樣子 好那 我看一下 現在已經這個 可以到19級 喔 19 20級加成加好多喔 好那來看一下我點了什麼東西喔 我還是一樣 我都是點這種藍色的 好那來看一下我的 我的這個回石之蟹喔 基本上就是油浮坦嘛 然後我還要點一些 Lilycoco的 譬如這個 能量轉移 敵人收到控制效果的時候會失去能量 然後給我方的這個英雄 3秒鐘觸發一次 這些的話就是 我都只要點個 1級啦 然後生命值 核心這個比較不會影響到去升3系的這個資源 所以我這些我這些都是點滿的 然後生生不行 這個點一下 每次離開房間的時候英雄回復1%的血量 不知道可不可以增加一點續航力喔 好然後 10里逃生要嗎 受到詛咒懲罰 這個我沒有點啦 因為我大概應該不會選擇這個 會受到詛咒懲罰的這個東西喔 好然後這個 親與親賴 這個這個我有選 就是偶爾有的時候呢 藍色的Z 突然變成弗雷拉的語錄 欸這樣子你就可以躲過一關 那弗雷拉與語錄的話就是 他就是補血嘛 讓你多爬一層然後就是 不用去這個冒風險 再去打敵人喔 好然後珠神的庇護 這些都是用金和晶體 所以說這些都是直接升滿的 然後七死回生這也是升滿的 讓這個不死鳥的餘灰 可以復活兩個 陣亡的英雄 好那就繼續推吧 好目前推到230層喔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到了 時空之一到了17級 哎唷完了完了 我那個蘿腕不能幫 蘿腕不會喝自己的那個藥水 蠻麻煩的 我來我來升一下 好那 呃這個 我看一下喔 現在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隊伍吧 那只是說蘿腕的話 他這個血量回 回不回來喔 所以我覺得放上 放上一隻鳳凰 或是希拉斯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喔 喔這個 這個戰力加好多喔 我現在需要不死鳥的餘灰啦 哇我的蘿腕好像快快要掛掉了 啊蘿腕掛掉了 這個我就不重來了 因為我那時候希拉斯不小心死掉了 看一下喔 141m 匠神會補血嗎 糟糕了 好沒關係 我們就多排一點 反正現在 從來也只是往後扣5層嘛 所以多排一關是一關喔 欸我補色會上太少 好上一個匠神好了 匠神會補血嗎 欸我這邊有人會補血嗎 雙子 迪賽拉 迪賽拉好像 好像會補血 迪賽拉會補血喔 好梅林 那我們來換個位置好了 第一關的話梅林一定要 然後第二關的話 我把匠神跟 跟迪賽拉換個位置好了 好希望迪賽拉幫我補個血 欸 這一關的話 唉唷還可以還可以喔 詛咒戰旗 這個我通常都不會 不大會選喔 全體友軍自身死亡 這個還好 我只要不死就好了 不過我可以先選其他的拉庫 等級提升了 到19級 19級呢 星物還是20級喔 然後這個掛機或者資源增加 好不影響 好我們繼續爬吧 爬這個比較累就是 手指要一直點喔 那當然就是 爬的比較 就是小心的話 你還要看隊伍的組成喔 因為有的時候啊 這個翻車啊 通常不是因為說死掉 而是因為說被打到超死喔 好那我一樣喔 我都是繼續選這個藍色的 趕快給我不死鳥的餘灰吧 復活啊復活啊 這樣我就直接可以把羅萬跟那個希拉斯復活了 看一下喔 喔唷 這個這個這個加這麼多 可是 戰鬥開始的時候會失去25%生命值 我當時希拉斯就是選了這個東西啦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說開場 少了25%這個生命值 然後不小心掛掉 算算不選了 弗雷拉的羽露 OK選啊 選 然後我們就可以躲破這一關 不死鳥的餘灰 來來來來來來 然後因為說我剛剛有生那個 灰獅之蟹嘛 所以一次復活兩個角色 讚喔 好 躲秒之地 好我們看一下喔 喔這一次的這個獎勵好多層喔 到600層喔 雖然說時間有整整三個月 但是600層到底 鹹運玩家有沒有辦法打到呢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問題啊 另外問題是說你要一直點到600層喔 手指頭也是蠻累的 好來看一下齁 這邊的話 這邊不是上蘿 這邊是上這個敵賽啦 基本上我覺得跟敵人的這個信物不要差超過三級 其實都還算蠻安全的喔 好我們看一下齁 現在這樣子打到300層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太困難啦 只要300層的話大家信物都到20級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了 看一下齁 配吉公主 好我們都選藍色的 然後基本上能夠跳過不打的我們就選齁 所以說希望 運氣好一點齁 多出現一些這個弗雷拉的雨露 這樣我們就可以多跳過幾關齁 呃 什麼微笑面具不選齁 看不懂的不選 什麼還會增加一點負面狀態 那個就不要亂選好了 好我們這邊都是無腦跳過 我們用信物的這個力量 才差一級信物其實還OK啦 這個這個就沒什麼好選了 跳過 鬼禍之地千萬不要選齁 這個一進去之後呢 喔 那個魅魔扣的血量超多 然後他給的信物啊 基本上也是鎖你的這個時空之以的信物上限嘛 所以這個高信物 怎麼講那個的獎勵真的是 真的是 怎麼講 不值得去去選擇喔 他那個是你所有的英雄血量都幾乎見底 那個那個太誇張了啦 所以我覺得下一次的話 這個鬼禍之地可以改一下 不然那個東西根本就 根本就像是一個懲罰的東西 不會有人想要去選那個喔 那20級的這個信物上限 再下一個就是22級的 不過好像 哇 挂掉了 好像是要到那個 等一下我們就回溯好了 好像是要到 看一下 好像是要到時空之以22級 信物才會再上升上升兩級吧 也許看起來兩級不多啦 但是 像信物18級啊升到19級 喔那個戰力就提升很多了 所以說也許23到21的時候 那個戰力也是大幅的提升 這邊都是20 都是金色的 看起來就舒服 唉唷 有沒有弗雷拉雨露太好了 直接左邊不打 跳過一層 BOSS來了 BOSS的話 我覺得 250 我覺得BOSS讓 讓那個什麼 讓那個 盧克雷蒂亞打 還蠻穩的 OK 好 再來是兩個小敵人 OK 過關 萬物自主 這是我們的匠神 好 過關了 再來 好 還好 還好 251層還是打3關就好 4關的話我覺得真的是點得很累喔 然後我們獲得一些資源 也是一樣 加減點一下 再過來 250層了 好 一樣喔 壁子眼睛這樣子直接亂懵亂打 我們就 看看 信物20級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穩穩的到這個 300級喔 那我的小號的話 可能會晚一點再推喔 就等到這個時空之一再多升一點 然後反正你在掛網的時間 你時空之一啊 那個那個 三個屬性嘛 就是 坦克 遊俠 輔助 也是可以再繼續升啦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基本戰力 也會再高一點 所以 我覺得慢慢來吧 好 然後 先升誰咧 攻擊的 因為我羅萬好像沒有上 尤其是會衝到敵陣去的 像什麼 盧克雷蒂亞那些的 或是後排皮薄的 像埃茲啊 這種都是很容易 一個不小心直接被秒掉 嗯 好不要 好了 我們影片就 先跳過好了 看看用這樣子的這個 陣容 可不可以到300層喔 好那我們就影片 就等一下加速一下 在這裡 到這裡 我會在這裡 Hmm 來 我們回 cheeks 終於到了290層 那剛剛是有死過幾次 然後我的這個回溯的次數也已經用完了 那不死亡的餘灰真的很重要 就是這個技能起死回生喔 因為多額外復活兩個再加上本來的一個的話 那一共是可以復活三個人喔 所以我當時以為說只復活兩個人就是三個人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重要 然後隊伍的話呢 敵方的這個信物也已經到23級了 所以我說大概你的信物如果是跟對方差距 不要差距兩級的話呢 都還算是還蠻安全的 那差信物差到三級以上就會比較危險喔 所以呢我現在就是偶爾也會有這個翻盤的危機喔 不過我們就繼續推吧 那用了隊伍的話其實也是跟剛剛差不多 這個 欸 按太快了齁 然後第二隊第二隊就亂掉了 我們重新一下齁 因為剛剛復活了 就還是用這一隊嘛 迪賽啦 然後這個 然後上一個團長 好這樣子 就是第二隊 OK 然後第三隊 第三隊還是穩穩的這樣子 阿塔利亞切過去 好 然後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293了嗎 剛剛那個光光的話如果你用阿塔利亞切過去 應該也是可以喔 好這個的話 嗯 我覺得阿塔利亞可以看要切誰喔 好我切奧登好了 好 然後 反正就是看哪個戰力有加吧 然後紫色都不選齁 紫色都不選齁 因為現在信物等級已經達到上限了齁 所以我都是選這個藍色的 阿塔利亞切誰啊 好一樣齁 繼續切我們的奧登齁 喔 自樂之夜 好這些戰力都沒有加 不選 有沒有 有沒有 跑出這個春雨姑娘的這個這個這個地阿 不過 只有1%而已喔 你點上去的話 應該那個 他變成那個春雨姑娘的那個那個地應該會變更高 應招之地 欸這什麼地方啊 我沒有碰過這個耶 這個應該是安全的吧 我們試試看後 應招之地 這什麼東西 招募 勇士 這什麼東西啊 招募是不是 喔 這麼好喔 招募一個英雄喔 喔 讚耶 這個是296層 我好像到了296層 這第一次碰到耶 可是 這個選人會怎麼樣 體力壓制 欸 欸 欸 這個 我們就招募吧 欸 哇 巴登跟這個 佐拉斯是戰士 齁 那 我打的是 油斧 呃 油斧坦 所以說這兩個我不能選 那就選老鼠或是蝴蝶吧 這樣子 好 選了蝴蝶喔 喔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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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音60耶 克音60的蝴蝶 所以 嘴蝶蝶是蠻強的 好像是30960吧 是不是 喔 真的耶 哇 哇 應招之地 欸欸欸欸欸欸 挂掉挂掉挂掉 哇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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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糟了 我已經沒有 我已經沒有回溯次數了 沒關係沒關係 好 第三隊我們就來這個 把剩下角色湊一湊吧 啊 哇 糟糕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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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隊我們先湊一下 第三隊 哇第三隊也少人 第二隊的話 啊 佩琪公主保護 保護了萬格格啊 啊這樣子 齁 第三隊的話 哇 不夠了 啊天啊 啊 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 弗雷拉的雨露 好 再躲過一層 齁 反正大不了 欸 八股五層嗎 欸欸欸欸 到Boss喔 哇 Boss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盧克雷蒂亞那一隊比較穩 欸 欸 為什麼盧克雷蒂亞還活著 欸欸欸 欸 盧克雷蒂亞還活著喔 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是我的那個盧克雷蒂亞什麼雙子那些那些掛掉 但是盧克雷蒂亞還是活著啦 欸來看一下齁 嗯 我們先 我們先用這個打完第一關好了 然後第二關喔 第二關的話呢 打Boss不用愛奇歐嘛 然後 這一隊還是這個樣子好了 阿塔利亞還活著嗎 哇 阿塔利亞掛掉了是不是 熊妹 蝴蝶 這跟打完沒關係 然後 嗯 好來 梅玲給你斬 好這樣子 喔呦喂啊 呵呵呵呵呵 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好現在死掉沒關係 好 喔斬殺線都滿了咧 好好好 剩Boss剩Boss 阿可是我接下來下一場我回溯五成是不是又要再打一次Boss啊 喔這樣也是蠻討厭的 然後這一隊的話 打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喔這一隊 拉庫 上這樣子好了好不好 讓盧克利利亞一個人狂暴打 應該是可以吧 好就這樣子囉 OK過關了 好 好啦那就跳過 耶 好300層了 然後隨便選一個 好我們來領獎 好領獎 好領完了 呃 再來是多少 喔 600層喔好久 好啦 那這邊升完之後呢我看一下齁這個地方 嗯 好像 先繼續升這個好了齁 好 升完了 可是 哇 接下來要打4隊了我的角色不夠了耶 4隊的話好吧結束挑戰 OK 呃 最高層數是128 現在已經進步到300層 登登 好然後 一個禮拜有7次挑戰次數 哇都還沒用喔 然後可以直接到295層 那上的角色呢就是跟時空之一有關係 就是20個 好啦 所以說這樣子看起來的話呢 欸你時空之一到17級之後 應該要打到300層的話 呃 頂多可能會翻車一下 但是應該是可以的齁 但是再繼續往下的話 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齁 那我覺得我可能會再歸一下下吧 我歸到21級再開始推吧 有沒有正好20級 對不對 所以我在掛網掛個 應該不用掛很久吧 大概兩天吧齁 然後掛到21級之後信物22級 我們就我們就可以再推了 應該升到兩級的信物的話 可能400層應該可以吧 嗯 400層 至少 至少再推個50層不是問題吧 齁這樣子 然後再來咧 再來就是25級 24 然後25級的話就是 呃 400層 齁 這樣子的話 大概十幾二十天吧 欸 那如果說這個 如果是這個這樣子算的話 也許 600層的獎勵還是有機會的齁齁 好了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齁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感谢观看